身為這個時候 這個時代要唱台語歌 新歌發表會上 梁學安身為公司負責人 也同台現身 今年他進軍演藝圈 公司合作不斷 背後少不了他的支持 我跟他說 那個 出場費可不可以不要 沒有啦 我很開心他可以來啦 真的 蕭祖勝和梁學安 兩人相差十五歲 最終一起步入禮堂 婚後梁學安自己創業 經營娛樂公司 太太也力挺出席 離愛後身體好轉 依舊不忘幫忙梁學安的公司 各種宣傳影片 都能看見蕭祖勝的身影 台北雄英福人社 受贈典禮 原版成功 梁學安娛樂公司穩定後 他也持續擴展不同領域 不僅創立雄英福人社 還兼任醫美診所行銷 像我本身我做娛樂產業 很多女性 那我們怎麼樣去 克服或者是怎麼樣去跟自己的另一半 去做溝通 梁學安也曾在節目上透露 身邊異性朋友很多 詢問夫妻相處之道 如今被爆出 遭控對旗下藝人騙情榨財 影片中似乎也早 埋下伏筆 實際來到梁學安的公司外 是一間畫廊間咖啡廳 老本表示他年後才來這邊借場地 大約一週進來一次 投訴曾小姐也曾來過 儘管梁學安聲明提到 太太都知情 但是否還有未爆彈 恐怕一波未平 一波有氣 三星新聞綜合報導